大家好 Hello 今天呢是我們的第12天直播了 大家好 然後這個直播就是快接近尾聲了 因為今天被通知說明天的整點零點之後就可以就是結束隔離了 Hello抖音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是我的第12天抖音直播 然後今天綁了個辮子 Hello 不知道12天了大家有沒有在每天晚上8點習慣看我的直播 以後還直播嗎 以後就不會這樣子連續直播了 但是 有不同的機會肯定還是會直播的 有人說已經習慣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一樣會有就是 速動 回答速動的問題 然後 也一樣會有一個彈唱 但是有一個悲劇的就是 要公佈給大家就是今天的彈唱 沒有吉他是輕唱 因為我今天在練的時候 本來還好好的 我的音箱不知道為什麼就出了一點點問題 所以 今天就 我不知道是電池沒電呢 還是就是說我的就是導線有問題 所以就變得沒辦法 通過小音箱 就是把聲音傳出來 然後可能等到我歌禮完之後 再去看一看我的音箱是出了什麼問題 或者是我要換一條線了 對 那今天呢我想唱的歌呢是 鄧子齊的我的秘密 這首歌呢算是我 小時候我超愛聽的一首歌 應該是34歲的時候 在費城的時候 很喜歡很喜歡聽這首歌 對 然後但是剛剛都沒有想到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喜歡的音樂類的電影 因為前陣子就分享了我喜歡看的劇 然後分享了在歌禮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看的 幾個影集 想說那這次來分享一下 好看的電影 然後可能是跟音樂類有關係的 上次推薦了幾個劇 然後在 就是推薦完之後 我又看了一部 另外一部非常好看的劇 叫Killing Eve Killing Eve的中文 我不確定它好像有兩個翻譯 我記得其中一個叫什麼 殺死衣服還是之類的 非常好看 我一天 一個晚上 看了八集 就等於說 我在三個晚上 總共看了三季 應該是兩季 然後第三季的前幾季 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它 就是 是怎麼更新 肚子剛剛叫了一下 好 因為它現在第三季正在更新 但是推薦給大家看 Killing Eve 然後演員都演得非常好 然後劇情很刺激 對 有一點點血腥 但是我覺得 還是算是很好看的 就不會到很害怕或什麼之類的 有人說作業好多 但我依然來了 還是要好好寫作業喔 我的考試是都已經考完啦 好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正題 然後我有看到有粉絲 常常說為什麼我的頸紋這麼深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從小就是這個樣子的 可能是遺傳至 遺傳 自我的媽媽和我的外婆 就是頸紋特別的深 然後 這個好像跟 有沒有擦護膚品 沒什麼關係 因為平時 我都有在脖子上 擦一些護膚品 但我發現沒有什麼用 就還是會有頸紋 所以就是我 那很小的時候開始就有了 感覺像是一個什麼印記之類的 好 那我就來分享一下 今天想要推薦給你們的 音樂類電影 好我做了一點點小小的筆記 讓我們來看看 好 音樂類電影呢 我講講我喜歡的 第一個是LALALAND LALAND就是 眾所周知 一部 非常成功的 音樂類型的電影 LALAND就比較偏向 音樂劇類的吧 就是 因為看到他們一邊唱 然後一邊演 所以我覺得 LALAND算是一個很經典 我覺得非常成功的音樂電影 然後我記得當時剛剛上映 然後到我看之後 我每天都在 反覆的聽LALAND的 就是音樂 LALAND的一個族曲 就是我把 很多首歌串在一起 包括 最火的 City of Stars 然後還有 開場的 很著名的 就是在 高速公路上 大家 一起演音樂劇的 那一個 那一個part 就我就把 我自己喜歡的幾首 串成了一個 串燒這樣 那我覺得LALAND它 除了 我覺得劇情還挺感人的 以外 我覺得它的音樂 也是值得去 細細品味的 對 看大家說什麼 直播要多喝水 好的 但我剛好 我的水喝完了 所以 我現在只有茶可以喝 好 那所以LALAND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除了劇情 我覺得很不錯以外 有人 有人剛說 我背後有個影子 嚇到我了 真的 我最討厭別人 就是 跟我開這種玩笑 我很害怕 因為我這幾天 在房間裡 一直看那個 9號密室 然後看了 我自己覺得可可怕了 因為 就是都在晚上看 我現在就 好 請大家不要再開這種玩笑 我很害怕 好 然後我接下來 想要介紹的是 Begin Again Begin Again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翻譯是什麼 但是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 所謂的音樂類電影 它的原聲都 我妹傳了一個微信給我 讓我別害怕 她陪我睡覺 好 Begin Again 現在我有很多 她的電影配樂 我都非常喜歡 尤其是 就是 Maroon 5的主唱 有在裡面 唱了幾首歌 然後我都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Begin Again 算是 我很喜歡的音樂類電影 它有一個很著名的場景 不是 就很著名的一個 一場戲 就是 當時也就是 因為這部電影 然後就 那個東西就賣斷貨了 就是 男女主角 他們其實是 但是他們在大街上 一人一副 有線耳機 然後中間有一個就是 串聯這兩副耳機的一個小 adapter 然後他們在街上奔跑啊 走路啊 然後這兩個人各帶一個有線耳機 我覺得是非常浪漫 對我來說 這也是 我認為 就是 很浪漫的一個場景 因為我覺得 呃 兩個人分一支耳機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你跟朋友聽的時候 就是一個耳機給他 但是我覺得這個細節特別好 就是兩個人都各自用自己的耳機 但是用一個 adapter把它接起來 然後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所以我就永遠記得那一個場景 然後反正 女主我不知道 她 她應該不是歌手 但是她唱歌都很有她自己的感覺 因為我發現演員唱歌都會很有語氣 比如說像 安海瑟薇她在 呃 悲慘世界裡面 唱的所有歌 都會發現她非常有情緒 我不知道是因為是演員的關係 還是 就是你會覺得會有不同的感覺 對 好 那《北京》也根本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呢就是《海上鋼琴師》 《海上鋼琴師》 《海上鋼琴師》 呃 也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它大概就是在講 呃 就是有一個小孩 她從小就是在海上長大 然後她也是在海上摸索 就是怎麼成為就是彈 就是彈 彈鋼琴彈 就是從剛開始學 然後彈到特別特別好 然後她從來都沒有下過那個船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但是裡面的鋼琴曲都非常好聽 就是很精彩 很精彩 《海上鋼琴師》也推薦大家 可以直接去聽它的原聲帶 有人說《海上鋼琴師》的音樂很經典 沒錯 有人問我最近為什麼不更新vlog 因為最近一直都待在這個房間裡面 所以就沒有什麼我想要拍的主題 然後每天都要直播 然後再加上最近有時期末嘛 所以就很忙要考試寫作業什麼的 所以就沒有想要拍vlog的感覺 好然後接下來呢就是 我要想要說的是《爆裂鼓手》 《爆裂鼓手》這部電影 《爆裂鼓手》這部電影 我覺得相信是每一個學樂器 不管是不是古典音樂 或者絕世樂 只要是學樂器的我覺得 都能感同身受 就是戀情的苦和戀情的 那個你要去克服的所有難關 都只有學樂器的人 就真的學樂器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到 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感受 有時候不一定是痛苦 有時候就是一種 想要去克服他的決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爆裂鼓手》當然是一個很極端的 而且非常就是負面 也不是說非常負面 就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敘述 一個樂手在練習的過程 但是我覺得其中很多很多情緒都是很相似的 然後我記得《爆裂鼓手》 好像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這部電影也算是 看得還蠻爽的一部電影吧 就是它節奏非常緊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看 好 那以上就是我推薦的所有音樂類的電影 我現在肚子有點餓 因為我還沒有吃飯 所以我就感覺胃空空 然後剛剛叫了一聲 肚子叫了一聲 現在又叫了一聲 好 好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 電影配樂 我覺得特別棒 想分享 就是王家衛的所有電影配樂 我都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當時就是因為 有一段時間看 就是一口氣看了 還蠻多王家衛的電影 然後我就發現他很喜歡合作的 一個電影配樂家叫美麟茂 然後他是一個日本電影配樂家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厲害的電影配樂 都是來自日本 包括我非常喜歡的九十讓 而宮崎駿的大部分所有 應該說所有的電影 全部都是九十讓做配樂 包括我很喜歡的版本龍一 所以就是美麟茂她 就是很厲害吧 反正我當時就是 每一次只要是我喜歡的 然後我去搜 都是她 所以就覺得想分享給你們 然後2046啊 一代宗師啊 花樣年華 全部 呃 大部分都是她 去做配樂的 呃 花樣年華我也是看了兩三遍 然後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是學音樂 所以我會常常很去注意到說 呃 究竟 就是這一段的配樂是 什麼東西 什麼樂器 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花樣年華就是 大家都知道 用了很多華爾茲三拍子 所以就會覺得很吸引我吧 對 然後可能我覺得因為 呃 學電影的人 學電影的人 或者是學攝影的人 或者是學攝影的人 他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就會不自覺的去看這個鏡頭是怎麼拍的 呃 就是她的機會是怎麼樣 她的 她是用什麼樣的 呃 frame啊 怎麼樣去拍 就可能學攝影的人 就很在意這些 那當演員的可能就會很注意這個演員 她演 怎麼演 那對於我來說 我更多就是聽她的配樂 就是一個下意識吧 就會覺得說 就很好奇這段配樂 是什麼樣子 對 然後想推薦阿菲正傳的所有電影配樂 對 有時候我覺得早上一早起來 就會從頭開始播 因為有時候阿菲正傳的電影配樂 它原生帶 它會有一些是台詞 就是它比如說 呃 theme1 就是它就會是 張果榮說的一段台詞 也會是一段電影配樂的 原生帶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整個聽起來 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因為阿菲正傳裡面有很多 爵士樂啊 恰恰啊 就是比較 呃 就是南美風情的 所以就整體聽完就會覺得 其實是輕鬆是還蠻 呃 心情是比較放鬆的 好 那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推薦 容許我喝一口茶 好 有人說可以直播吃飯 我的飯現在在旁邊 但是 通常是六七點會放飯 但是 六七點正是我比較忙的時候 所以就還沒有時間吃飯 沒關係 我等一下直播完就馬上去吃一點東西 有人說可以吃可以吃 好笑 好那今天 我們現在就來回答一些 樹洞的問題 我發現因為到後面 就大家越不積極在 就是樹洞 這個 這個排 因為我覺得大家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所以 可能 就我看到就是 問題就越來越少這樣 然後也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麼 選這些問題 希望 後面兩天 大家可以積極一點 在樹洞這個部分 好嗎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回答 第一個人 他叫桃子 你 你你的那個你 然後 他說那比你的五耳洞 耳夾都是買什麼樣式的呢 戴久了會不會痛 你近期直播嘴巴上口 紅色號都是什麼 好好看 好 我的 因為我是沒有耳洞的孩子 因為爸爸不讓穿耳洞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經常需要戴耳夾 或者是戴耳環 所以我通常 呃 無耳洞的 我要不就是買 直接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 我拿一下 好 呃 這個的話 它就是一個 就是這樣子的耳夾 它這個的話 就是它應該本來設計的就是 屬於放在耳骨的這個位置 就是可能是這裡 然後或者是其實你放在 放在耳垂上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 是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 這種的話 就是屬於它本身設計就是夾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方便 那其實淘寶上面有很多 呃 小小的就是那種 首飾的店啊 它們就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搜索 耳夾 就是它們會有很多款式 就是專門 也有設計成耳夾的 所以我覺得 呃 那樣子的 耳夾算是還都挺好用 然後它有時候可以調節 它的鬆緊度 那種的話就是說 不會夾起來這麼疼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比如說 因為有時候跟一些珠寶品牌合作 嗯 就紅毯啊 或者是活動什麼 它們沒辦法就是說 專門去把它改成耳夾的 或者是它本身就是 沒辦法改成耳夾 就比如說是那種 有珍珠啊 有鑽啊 什麼之類的 那 當時我的造型師 VBB 它就 就是在網路上 就是找到日本有出那種 比較好一點質量的 它就是一個就是 小小的卡子 細細的 然後你就 能把那個針穿進去 然後它就是 隨時你可以 就是一直換不同的款式 那 也不是每一種款式都合適 放那種 呃 調節式的耳夾 但是 呃 我覺得 呃 是還挺方便的 雖然就是我的攝影師大超 他每次在修圖的時候 都要把那些東西修掉 但是 至少你 就出席活動 或者是你去跟朋友聚餐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那種 調節式的耳夾 就是 你買一個那個 然後你再買正常的耳環 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 近期直播 嘴巴上的口紅色號 我用的都是歐萊亞的小鋼筆 那它有出兩種款式 它一種是呃 霧面的 然後一種是就是有光澤度的 那我都有擦這幾天呃 呃 就是有時候會交錯著用 對 那可以推薦給你們 算是顯色度很高的一個 呃 口紅 但是跌塗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那通常我都是薄圖 對 因為我的衣服也都比較 休閒一點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人叫 陶姐朱朱雅 她說 嗨 Nana here I love you 做一期髮圈的案例嗎 好 我會好好聽你的建議 因為我很 我很寶貝我的所有 就是綁頭髮 髮圈什麼的 一些髮袋啊 手機都沒用過 所以如果分享給大家的話 至少他們 可以有一些 露出的機會 好 然後這個人呢 叫nice to meet you 然後她說 娜娜可以分享一下 拍照的濾鏡和修圖的軟件嗎 呃 通常拍照 如果不是特別用那些特效啊 比如說 我之前超級喜歡那些蝴蝶啊 或者是有雀斑 藍色小鏡頭那種 我都是用原相機拍 因為我覺得原相機拍出來的畫質會最高 顏色也會最還原 那至於我之後想要怎麼修 我是想要 呃 就是給她磨皮還什麼的 就是都會更自然 就當然拍的當下 不會說像用了修圖軟件一樣 呃 應該說不會像用那種 直接美顏軟件 就拍出來就 哦就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 花時間去修總比就是拍出來 沒辦法修回去還更好 所以通常 如果我是喜歡用那些小圖案的 我是用青岩相機 呃 青岩相機 我一直都很喜歡用 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呃 一個拍照的軟件 就就算你素顏 也可以把你拍出全裝的感覺 它可以去調嘛 然後呃 如果是原相機拍照修圖 就平時我的一些私服啊 造型什麼的 我會用snapseed snapseed就是一個 平時我 調濾鏡 調飽和度 調光的一個 修圖軟件 然後 因為我 就是 不喜歡用其他的 就是很多人也推薦其他的給我 但是我沒有上手習慣 所以 我就一直都是用snapseed 然後 接下來這個 一七 Ju 他叫一七Ju 他說今天新歌的六個音 沒有啊 嗯 我怕我再唱下去 我就把整首歌都唱完 但是 我那天是唱了12個音嘛 這兩天加起來 我想想看我現在要 還是我唱了一個主歌的第一句 還是你們想要聽 就那天六個音接下去的六個音 那個人回答我好像 我現在一直還在想 剛剛那個人跟我說 為什麼後面有一個影子 我很害怕 有人就大家要不要想一下 是想要聽上次那12個音 OK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們 我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 因為當時就有人說 想要聽新歌的幾個音 然後我就第一天 不是第一天 當天我就唱了前六個音 就副歌的前六個音 然後隔一天我就唱了後六個音 然後所以 所以現在就這個179 他就說 今天新歌六個音沒有 所以我今天來補 所以到底是要接下去六個音 還是主歌的前六個音呢 後面六個音 好 好 我送給大家14個音 好不好 因為這 這7個音 是重複的 就是 怎麼說 就是 這7個音呢 然後是 兩句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送給你們 這 就是 4個音 好吧 我要想一想 因為很難 好 那就是今天 今日份的新歌的 7個音 對 但重複了兩遍 好 所以就是 你們看誰自己能把它拼起來 就是 6個音加6個音 然後再加這14個音 好嗎 其實6月9號大家就可以聽到了 所以 好 那接下來這個人叫 囉嗦小瓦 他說 Navi看這裡看這裡 感覺回復 有點渺茫 回復你囉 但還是很想發 剩下直播的時間 也不多了 Navi 我終於 下定決心轉 專業了 其實剛開始 還是有一點害怕的 畢竟要重修課程 而且我在學院 也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我真的很擔心 但是看了你 那麼多天的 直播集團 我突然有了 下定決心的勇氣 希望為我喜歡的專業 或者冥想 夢 希望為我喜歡的專業 或者夢想 拼一次 謝謝你 我很開心 呃 我的直播帶給你 這樣子的勇氣 和想下定決心的這個 呃 決定 對 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直播 雖然 呃 同時是有你們陪伴我 我也希望可以帶給你們一些能量 所以既然我的直播帶給了 囉嗦小瓦一點點勇氣 我覺得這個直播就非常的值得了 好 那希望囉嗦小瓦 呃 轉專業 一切順利 然後也希望 呃 可以 好好的 就是追尋自己的夢想 這條道路上面 就算會吃一點苦 也希望是可以讓自己開開心心的 好嗎? 希望囉嗦小瓦 在聽我說話 好 接下來呢 呃 這個Lindy啊 她說 Hello Nabi 是什麼動力讓你想學吉他呢? 現在一天練琴多久 還有最近拉琴 小提琴 的時候 食指會很疼 應該是拉傷了 請問你有什麼類似的經歷 或知道能怎麼樣讓她快點恢復呢? 希望大家能看到這個問題 OK Hello Lindy啊 希望你在我的直播間 我先來說說 是什麼動力讓我想學吉他 所以我 當年買的第一把吉他 應該是在14歲的時候 是在費城的時候 當時買了一把Yamaha的吉他 而且是在Amazon上面買的 呃 看完之後非常的有感觸 然後就回費城的路上 立馬就 下定決定說我一定要學吉他 所以當時就 呃 在14歲那一年就決定要學木吉他 然後就慢慢的有開始練 然後就是 木吉他就變成了我拉搭提琴 練累的時候 我就休息的時候就彈彈吉他這樣 所以就變成了我一個 呃 休閒愛好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想學吉他的動力 然後再來會想要認真的學吉他 是因為我的 喔像John Mayer 然後到近期會那麼認真的學吉他 然後說說自己認真就誇自己 就那麼認真想學吉他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這對我未來的 就是不管是寫歌還是演出來說 都很有幫助 然後呃 我也本身就很喜歡吉他 然後就想要專研在電吉他方面 呃進步 所以就找了我的樂手 呃 秦川 請他當我的老師 然後教我彈電吉他 所以就是我目前的動力 那現在一天練琴練多久 其實我給自己的目標是一天兩個小時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達到 就是每天我就是練一點練一點 呃但是我一直認為說 呃 每天練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總比在上課之前猛練四個小時來的強 所以我就每天固定的就會練一下我的音階 呃至少就是讓我的手指慢慢的熟悉練 就是電吉他的這些基本功吧 對 然後你有說到你的食指會很疼 應該是拉傷 我建議你就是休息 呃 因為我有類似的經驗是也是在我十三十四歲的時候 應該是十四歲的時候我在沛城 然後那時候就是練琴練得非常的猛 就每天一直狂練狂練狂練 然後 因為那時候壓力很大嘛 就同學學長學姐都非常厲害 就讓我覺得好像不知道在學校幹嘛那種感覺 因為我算是比較年紀比較小嘛 大部分的同學都是二十幾歲 然後覺得啊我就每天都在練練練 然後因為當時是18歲以下 一個星期要上兩堂專業課 就等於說是兩個小時 那通常18歲以上啊 一個星期是上一個小時 所以 對我來說我的壓力非常大 但是我又沒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去練琴 所以 我的左手就是當時得了這個網球軸 呃 就是在這個位置的地方 反正被醫生診斷得網球軸 然後 當時醫生就跟我說兩個星期不可以練琴 然後當時我的心態都崩了 就是覺得說怎麼可能讓我兩個星期不練琴 我就活了這麼久 就當時就從六歲到就是十幾歲 從來都沒有斷過練琴 我這邊是左手 只是可能有鏡像 所以我的左手就按弦的那個手 就反正就得了網球軸 然後就不能練 當時就覺得崩潰了 覺得自己肯定會因為這兩個星期退步 但是因為手受傷了沒辦法 就是 一拉就疼一拉就疼 所以 當時就是這個地方疼得不行 就 醫生就說一定要休息 反正我就當時去看了醫生 然後 就問了我一堆問題 說啊 是怎麼疼啊 然後 為什麼呀 是拉琴啊 休息兩個星期之後 我再重新拉琴 就 就好了 我就知道說 哦 原來是因為我之前練琴的時候 越練越緊張 我的手就開始亂用力 本身就是按弦的話 可能就是手指發力 然後大臂去帶動啊 其實也不需要按這麼大力 可能就是因為我老覺得自己練不好 然後就用一些亂七八糟的力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使得我的手受傷 所以我建議Lindy啊 好好休息 然後 讓自己重新思考 應該怎麼好好的去練琴 然後 想 為什麼手指會拉傷 是不是用了不應該出的力 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 沒關係 不用氣餒 就是有時候沒辦法 用手練琴的時候 也可以用腦子練琴 這是我以前用的方法 對 好 那今天我們的速動環節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後面的兩天 大家可以好好地參與我們的速動環節 因為畢竟剩兩天了 對 感覺自己每天回答的問題 越來越少 沒有廣告嫌疑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坦唱環節 但今天基於我們的小音箱 不爭氣 他要不知道是壞掉了還是就是怎麼樣 實在我今天只能輕唱 然後呢 我剛剛 早一點的時候試了一下 輕唱好像挺難的 因為音會很容易不準 然後我很久沒有唱這首歌 好 所以打了一點預防針 反正我不太確定我音能不能唱準 但是 就盡力好不好 我說真的希望你們可以跟我說說話 你知道嗎 就是跟著我一起唱之類的 然後 又有人開始說好聽了 我真的不懂 哈哈 有人說拿筆快去吃飯吧 肚子餓喝太多茶對不對 我也不是很好 好的 然後我也很想要 就是 問問你們想要看什麼的 什麼樣的Vlog主題 因為之後 不直播了就會有挺多 也不是很多經歷了 因為要開始復工了嘛 就會很多工作 但是 就會有 想要拍Vlog的這個 計畫吧 有人說日常生活穿搭 化妝的 我應該可以出一個我的直播妝容 對不對 就是 我直播化的妝容 潮流搭配 直播跳舞可能不太可以哦 剪貼 哦對剪貼化 我要寫下來一下 大家會想看 剪貼化的Vlog 我來記下來一下 剪貼化 剛剛還有說什麼 妝容 穿搭 還還有什麼 化妝 鋼 日常行程 就是工作的幕後嘛 文具分享 還有呢 吃播啊 你們會想看吃播啊 水杯 大提琴 校園 校園生活 哈囉 我們已經要放暑假了 健身 好健身 分享 健身小白的分享 學習 說想要看上學的是什麼 什麼心態 我現在去哪裡上學 現在已經要放暑假了 朋友們 視頻分享 你們幫我審了好多工作的時間 因為這些時間 這些主題本來就是我那種絞盡腦志想 想了半天然後可能再憋出一兩個 愛用小物 愛用小物 這時候有人在刷驚雷 驚雷 我們現在在進行的環節就是大家給我提供Vlog的主題 怎麼拍好Vlog 大家可以去看有一期我跟張導出了一期的Vlog 就是在講我們是怎麼拍Vlog的 有人說哪一集什麼時候拍戲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看不同的劇本 只是要碰到適合自己的戲啊 或者是時間也符合的 我覺得就是要看天時地利融合 因為畢竟現在還在上學 那真的長段的時間只有暑假 所以要在這個時間段碰到好的戲 或者是適合自己的戲 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也在慢慢有在看各種戲 但是就是要各方面都 就是符合然後才會拍 這樣子 吉他教學 有人說Vlog打和平精英 但是感覺Vlog的話 就不是那種直播打遊戲的感覺 感覺打遊戲還是要直播比較好 唱歌技巧 如果再厲害一點就再跟大家分享 唱歌技巧好了 好大概就是這樣 我看大家大部分都是說這些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行我們的唱歌環節了 那今天要唱的是 紫棋姐姐的 我的秘密 其實我在十四十五歲的時候 在美國看過 鄧紫棋的演唱會 然後在台北後來看過 然後就 後來就認識了 然後就覺得 她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歌手 她的所有歌都是自己做此曲 好 請唱來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現在這一種心情 我現在這一種心情 我想要唱給你聽 啊 看著窗外的小星星 心裡想著我的秘密 算不算愛我不太確定 我只知道我在想你 我就知道我在想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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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間的距離好像忽遠又忽近 你明明不在我身邊 我卻覺得很輕 啊 啊 有一種感覺我想說明 我心裡的秘密 是你給的甜蜜 我們之間的距離好像一點點靠近 是不是你對我也有一種特殊感情 啊 我猶豫要不要告訴你 我心裡的秘密 其實我好像喜歡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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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清唱部分 是不是覺得清唱其實還挺難的 好但是我盡力了 我希望能在明天之前把 我的這個 吉他音樂 呃 呃 呆呆 希望大家明天八點見 然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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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